石奶奶告诉民警 她年纪大了 没出过远门 根本没有去过天津 石奶奶越听越不对劲 就想挂电话 对方说要换个人来跟石奶奶聊 对方还没有说完话 石奶奶就挂掉了电话 转身就报了警 本人没有办过的 那你不用害怕的 现在办银行这种业务的 必须本人到场的 如果本人没有去 他办了的他也不符合要求的 你说我信卡透支 你拿得出证据来的 你现在都是法治社会 不是说你透支 他说你透支 你就透支了 为了让石奶奶安心 民警回拨了石奶奶 接到的那个电话 他肯定不是假的 我刚打回来 他都不敢接的嘛 您现在下次接到这种电话 还是引起重视 随后民警把石奶奶提供的 那个疑似诈骗电话 上报给了防诈骗中心 深圳不怕引这些 如果说你对这个情况 还是觉得值得怀疑的 那么也可以去包打110 去进行一个核实 一个信息的确认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